林志颖上个月发生自撞车祸 消息引来外界关心 索性经过手术治疗和几周休养后 情况是逐渐逃转 而在这些日子以来 她都是透过家人和经纪人对外发言 老婆陈若仪也曾发出她儿子Kimi 坐在床边紧紧握住林志颖手的照片 血下挺过风雨终究会看见曙光 这次终于换到林志颖本人出来报平安 说自己已经返家休养 需要时间复健 更谢谢在第一时间救起我跟Johnson的恩人 也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给予的打气与鼓励 承诺等身体状况恢复得更好时 就会回到工作稿位上 另外自从她出车祸之后 就一直有各式各样的谣言传出 她也呼吁大家 再给我跟家人们一点时间与空间 目前只想好好的陪伴家人 请不要相信没有经过证实的谣言 随后林志颖的弟弟林志兴也转发这则贴文 一连写下四次感谢 陈若宜则是感动发文 终于等到小智回家的这一刻 看着三个孩子陪伴在她身边 终于可以让自己安心许多 她也再次感谢救命恩人及时相助 以及后续医院一个多月来的照顾 接下来还有一段时间要修养恨复健 期待那个爱笑爱家的小智 未来能再与大家好好相见 看到这么多报平安文 也让大家瞬间放心不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